全民最大訪問鄭鴻宜 我們今天討論就是台灣分藍綠 現在有一家報紙還出現藍綠兩種版本 是不是分得很貼心 我覺得那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對不對 你說報紙有藍的有綠的 都已經祝厚厚對不對 然後那個節目上有藍的這段節目 有綠的真正節目 其實都有的 像你就是綠的 他就是藍的 何宇賢的 你看看 我就對你這句話就起一樣 因為你每天在那個節目上面 是啦 你看小英主席 這樣就是表示綠的嗎 我們是善盡媒體監督的這個職責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藍綠的選民都有來看 沒有 我有在觀察 你那邊都是比較偏藍一點點 等於請來的來賓也是一樣 都在那邊支持馬英九的 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他現在拿那個詩句 然後通通就在批評綠子 其實我有看 對 所以說呢 那你自己呢 現在藍綠都不留給你 我在說實在話 你好像都沒有節目了 一傳媒如果說 真的要找一個公正的媒體人的話 我可以到你那個一傳媒 開一個很公正的一個節目 現在又要工作了 你看 對… 我的一傳媒都還不要你了 你還一傳媒 可能要工作了 是不是 我可以開一個有話 話有 話有正確的節目 話題為有的一個正確的節目 其實我今天應該大家 我不是要話題為有 我是要話有為敵 我才會有錢賺的嗎 對 為什麼要話題為有呢 我們剛剛對談的結果 大家都可以聽到 其實我們分藍 綠 分顏色 在十一住行當中通都有 對不對 新一房屋 綠的 是不是 看它的Mark就是綠的 生活工廠 Mark也是綠的 台灣啤酒 HOTANA 有沒有 也是綠的 那藍的呢 富邦銀行 藍的 是不是 那還有很多什麼什麼 連市民大道刷刷鍋 藍的 你有沒有去注意看 有沒有 CG分野也是藍的 對 因為他現在是美國吧 OK的 其實最公正的話 你到門口去看一下 旺旺 有沒有 一個大小孩 那小孩天真無邪 他不分藍綠的 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它是米果 是白色的 所以說呢 我們旺旺算是 算不錯的一個電視台 藍綠都要吃 我講完之後 會不會跟趙趙看一樣 也是看一個那個 有華相學的報導 不會 你放心不會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滿好的 但是很多的選民 就很困惑就是說 到底我要投藍的還是投綠的 如果說你很迷惘的話 你可以學那個101 在外牆的那個燈光 紅 橙 黃 綠 藍 定紙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有沒有 它不定期會 什麼樣的一個光束 投票那一天 他剛好打出來 好 是什麼顏色 你就投哪一個顏色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沒有藍 沒有綠 沒有橘的話 你就投廢票 謝謝大家 照他這樣講的話 禮拜六投票那天要投 他不定期 定色 他不定期的 不一定是不是 對… 搞不好那天是紅的 你就直接抗中國共產黨一票 是這樣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李老闆 他的這個報紙分藍綠 這兩種顏色 我覺得 我們標題是嚇他說他很貼心 還是說李老闆是野心很大 其實小妹我認為 李老闆兩者都不是 他是很貪心 他真的吃很大 藍綠都要同吃 你這樣講不定 貪心是gritty 我不gritty 我是不一樣的 這樣是很貪心 可是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主持人 洪一也有講過 其實呢 這個藍綠這兩種爽爆 就感覺像是抄我們大家 這個全民對大黨的藍綠新聞 其實呢還是抄夜市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夜市 早早就有在分藍綠 我們知道說以前的這個 iPhone的充電器 都只有這個白色的 但是燕秋前兩天跟我朋友 去逛夜市的時候 剛好看到了 現場有賣藍色的iPhone充電器 結果呢 當時呢就有一個年輕人 他認為他從頭到尾都支持綠 他就很不開心跟老闆吵架 他說為什麼你們賣這個藍色充電器 我看就不開心 老闆說不用急 我們這邊還有綠色的iPhone充電器 要服務所有的選民 但是現場燕秋當場 就看到了一個悲劇發生 有一位老榮民就說 我從小啊 就支持送選長到現在 你們有沒有值得充電器啊 老闆就一臉愁容說 不好意思啊 送錯如無啦 我家就拿出一個黃的 照上康風用啦 之後老伯伯就煽然淚下 就這樣走了 所以呢 我認為李老闆 雖然說你發了這個 藍綠的這個報紙 但我覺得你還是 晚了我們夜市一步 謝謝大家 喔 喔 夜市可能 來體會人民生活 最早的一個接觸的地方 對不對 那既然講到這個 剛剛藍綠有兩種版本 有抄襲我們藍綠新聞 我們現在就看 我們的藍綠新聞 看他們講什麼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是吳小沛 我是郭曉妮 歡迎收看今天的藍綠新聞 首先來關心一則馬總統 不吝嗇展現好歌喉的新聞 前幾天是國父誕辰紀念日 馬英九總統跟吳敦義院長 一同參加了紀念活動 最後在唱國父紀念歌的時候 馬總統大聲地唱出 對國父的尊敬 當場是感動了在場的所有民眾 接下來為各位報導這一則的是 馬總統唱國父紀念歌 大忘詞的消息 前幾天喔 是國父的誕辰紀念日 馬總統跟吳院長 一同參加了紀念活動 沒有想到喔 就在唱這個國父紀念歌的時候 兩個人收上忘詞了 如果我是國父喔 我一定會滿頭問號大唱 還記得我嗎 還記得我嗎 當然還記得囉 只是太久沒有唱 難免會有一些生疏的情況 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難道真的要從頭到尾 一個字都不能唱錯嗎 畢竟馬總統是在出席紀念活動 不是在上百萬大歌星 不是嗎 是不是在上百萬大歌星 其實根本就不是重點 重點喔 是這個馬總統 每次呢都把國父掛在嘴邊 真的到了要思念他的時候 他卻連首歌都唱不好 可見得呢 這些尊敬只是講講罷了 一起來看看的是 紀念典禮現場 這馬無兩人妄辭假唱 虛偽到不行的演出 沒有錯 雖然一開始的時候唱國父紀念歌 有一點點的小忘詞 可是唱到了梅花的時候 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可見得馬總統隨機應變的功力 是非常不錯的 梅花這首歌誰不會唱啊 梅花梅花滿天下 越冷它越開花 但是這根本不是重點好嗎 重點是這個畫面捕捉到了 吳院長嘴唇上方 好像有個傷口耶 一次火車太大 應該趕快去喝椰子水 不然有口臭怎麼辦呢 其實大家也真的不用把這件事情放大 演藝圈也是有非常多人會忘詞的 像是周華健 秒針分針滴答滴答在心中 我的眼光 其實有些歌手忘詞也是不能怪他們 因為這歌詞實在是太難記了 所以說忘詞真的是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人家周華健忘詞的時候 會直接把這個麥克風指向觀眾 請大家跟著一起唱 會像馬總統硬是在那邊對嘴假唱 還會把自己當成是北京奧運 假唱的小女童林妙科 其實馬總統也沒有對嘴假唱 他發現自己忘詞之後 還俏鼻的偷笑了一下 當場是吸引了所有粉絲的目光 尷尬到最後 這場尷尬的紀念典禮 就在尷尬的馬總統 尷尬到不行的尷尬 偷笑之下尷尬的結束囉 感謝您收看堅狠的藍綠新聞 我們明天再會了 拜拜 拜拜 忘得哲哩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就不相信你會唱國不見歌 你唱啊 我就是不相信你有辦法完整唱出來 你唱給我聽啊 這很簡的好不好 我們國父首成革命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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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如花 革命 革如花 可是這個曲 這個曲也很好 我不是很好 對 國民 革如花